肝衰眼昏花 皮衰生痰诗 肾衰功能差 五个中程药 养好肝脾肾 肝脾肾衰老 脏腑功能衰退后 就容易出现下面这三种情况 首先 肝衰眼昏花 肝开窍于目 中医认为眼睛能看清东西 都源自于肝血的滋养 如果肝衰老 肝血不足后 就容易出现视力减退 看不清东西 眼睛干涩 老眼昏花的情况 而血属阴 并且肝肾同源 肝血不足 时间长后 就容易出现肝肾阴亏的情况 这个时候除了眼睛上面的问题外 还容易伴随着头晕耳鸣 以及腰酸腿软和五心繁热 就是手脚心发热 心中烦躁的情况 这时我们调理就得补肝血滋肾阴 可以参考七局地方玩 其次 脾衰生弹湿 脾能蕴化水湿 那脾衰功能下降后 水湿蕴化不出去 我们体内就容易出现湿气 这时就容易整天感觉脑袋发蒙 脑子转不动 以及四肢困重 乏力不想动 和吃的少腐胀 大便 吸糖等症状 这种我们调理就在健脾趋势为主 可以参考森林白猪伞 当然要是失聚成痰了 我们还会出现咳嗽痰多 痰白质地清晰 以及胸闷 恶心想吐等情况 这时候可以参考二称丸癌健脾胃化痰施 其实脾衰后我们体内的气血生成也是不足的 毕竟脾胃是气血 花生之源 这时候就容易出现脸上没气血 嘴唇色白 以及经常头晕 心慌 四肢没劲 食欲不好 甚至失眠多梦的情况 这种的调理的健脾胃补气血为主 可以参考龟皮丸 最后肾衰功能差 这肾主生殖发育 所以肾不好 肾经不足后就容易出现生殖功能下降 比如时间短 中筋疲软等情况 并且还会伴随着胰经 腰酸 腿软 反应迟钝 健忘 白发变多 耳鸣甚至是臊衰等情况 这时候调理就得补肾经 可以参考五子燕棕丸 但如果你主要是怕冷 腰吸 酸冷 酸痛 尿多 就得补肾阳 可以参考贵福地黄丸 同理 如果是头云耳鸣 失眠多梦 口干口渴 身上时不时燥热 手脚筋发热 就属于肾阴虚 对症参考滋肾阴的忠诚药 比如六味地黄丸等等 总之 具体用药条理都需要根据自身情况为主 所以建议大家在不清楚自身情况时 最好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不要盲目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